所以來關心今天的消息 現在看到這個五都學平之後 在這裡有更多這個中央主委 有這麼多不是都會哭 我們有這個立委提出了很多法案 說要來討伴一些開發的很多 但是環保團隊是批評 說這些條例如果真的有來修正 真的有這麼多開發 就真的是吃山果吃海 違約到我們台灣的這個國土 過多開發 都來財團 環保團隊提出表議 也批出一丁錢到立法院門口問立委 國府有叫你們黑白白土地嗎 環保來的無雙則基層 有立委提出立特建設條例修正出案 要讓開發面積50公斤以下的立特重大島主 看平身材款領 交給地方政府 把公有土地也拜託相關法令的規定 但過後 環保可以說所有公有地 將來都難得開發 如果我們通過了這個離島建設條例的修正案 中央政府等同一放棄我們離島了 不能夠一國兩制啊 再加上原住民地區建設條例 東部發電條例 還有分家人農業地區發電條例 這四大法案 涵蓋台灣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民族 不過條文裡面不是清澈下了 所有土地變境使用 沒有受到相關法令的犯罪 就是直接說 用地變境身材不能超過一年 好環保團隊批評 這根本要把國土和蘇修地 進一步再團化 立委是上山下海 從台灣的山上下到海邊 然後呢 東部野稿 西部野稿 將會使得大面積的這個 公有土地呢 財團化 目前除了分家人農業地區 發電條例還未排入議庭 環保團隊表示 其他三項法案 都已經向快速新測進入 調查協商 面對第二代的立委選舉 民間團隊直接 保育所有選民百百九百獲金 用選票製裁 跟財團騎作為立委 我們絕對不要投他一票 記者林前衛 鄉李奇 台報報道 廣播報道 表明